这一项我们介绍改进分质算法的途径 减少子分质数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样做为什么可以改进算法 我们观察一下时间复杂度的这个方程 这里边wn代表对规模是n的问题 所做的基本运算次数 这一项b分质n代表子分质的规模 那么wb分质n就是对这种子分质的工作量 一共有a个子分质 所以这是所有的这些子分质的工作量 dn是规约过程或者划分过程与综合过程两部分的工作量 通常递规算法很多它的方程都呈现了这样的模式 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方程的解 方程的解呢 当这个a比较大b比较小 就是子分质课数比较多 b比较小呢 很可能是二分 就是b等于二 像这个情况 这个dn这一项不太大的时候 根据主定理 方程的解应该是n的log以b为底的a 由这个函数来决定 那这个函数来决定问题的时间复杂度 当这个a代表子分质个数 如果我把a减小了 子分质个数少了 那么log以b为底的a呢 这个指数就降下来了 指数降下来了 那这个时间复杂度就降下来了 所以这是一种改进算法的一种方法 下面我们看一下 就是减少a是降低时间复杂度的一个有用的途径 它利用的是 你怎么样来减少子分质课数呢 利用子分质之间的依赖关系 我们要求子分质都是独立计算 如果发现子分质之间存在着某些依赖关系 我们可以把有些子分质的计算呢 通过其他子分质的计算结果 简单的运算一下 就可以得出来了 这个情况下 子分质的个数就减少了 因此就可以把这个阶降下来了 下面我们看些例子 两个整数相乘都是N位的 这样的两个整数X和Y 如果要是普通的乘法 就是每位乘一次算一次基本运算 N位数乘N位数 需要N平方次的位乘的运算 这是普通乘法的工作量 下面我们考虑一下 假定用分质的算法会不会好一点 把这个两个数从中间划开 这是X这个数 假定这个N是2的K字方 是一个2的μ 那从中间划开 左边是数A 右边是数B 把它看成一个二进制的整数 右边看成一个二进制的整数 那么同样的Y 也从中间划开 划成C和D两个整数 那X应该怎么表示呢 把A这个整数 向高处一位 一二分之N个位 然后和B相加 就可以得到X Y怎么计算呢 把C这个整数 一位 一位二分之N个位 向左边一位 然后和D相加 就是Y这个整数 那下边我们来计算 X乘以Y 这应该怎么计算呢 相当于 A和C相乘 一N个位 然后 A和D相乘 一二分之N个位 B和C相乘 一二分之N个位 加上最后 最后是B和D相乘 所以可以把 X和Y的相乘呢 表达成这样的一个公式 下边我们看到 这里边的 A C A A D B C B D 是二分之N位的 两个整数相乘 可以看作是子问题 那么一共有几个子问题呢 有四个 所以我们这里看到 原来的XY相乘 可以变成 二分之N位的两个整数 这也是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四个子问题 每个都是 二分之N位的整数相乘 这样分制以后 算法的时间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来列一下它的方程 一共是四个子问题 每个是二分之N规模 然后你这个地方 需要有加加减减的操作 这个操作呢 是ON的量级 那这个方程的解 可以利用主对你来求解 它的结果是N平方 大家可以看到 普通的乘法也是N平方 你用了分制的策略 还是N平方 并没有改进算法 就是因为它的子问题 是四个子问题 子问题个数比较多 所以简单的分制 并不一定能得到好的算法 下面我们看一下 这四个子问题 是不是独立的呢 这里边是ADBC 还有ACBD 这是刚才的四个子问题 AD加上BC 这个公式可以由右边的这个计算得到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AD 然后这地方减掉一个BD 这地方再加上一个BD 抵消掉了 然后减掉一个AC 再加上一个AC 抵消掉了 最后再加上BC 所以右边这个计算结果和左边是一样的 那右边这个地方 一共有几个子问题呢 因为A和B都是二分之N位长 A-B和D-C都不会超过二分之N位 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两个二分之N位的指 整数相乘 这里是一个子问题 这里是一个乘法的子问题 这里又是一个整数相乘的乘法 一个子问题 所以这边是三个子问题 但是我们发现 这两个子问题是原有的 它的计算结果已经拿到了 我们并不需要再重新做这两个计算 但是对这个乘法是新的 需要对它做一个计算 因此我们看到 要得到AD加BC 这两个把它的值拿过来 直接用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只需要多做一个子问题 因此可以把原来的四个子问题 减少成三个子问题 也就是这三个子问题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方程 对于规模是N的两个整数相乘 它的工作量 等于二分之N规模的两个整数相乘 一共是三个子问题 然后加上CN 就是一些个加加减减的这些工作量 它都是N的线性级别 把这个方程解一下 可以知道利用主定理 它是N的落个以二为止的三次方 大概相当于N的1.59次 那这个结果比起N平方 就有了明显的改进 这就是我们应用了 减少子问题的这个策略 通过这样的途径 把子问题的个数 独立计算的这个个数降下来了 因此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就变好了 下面我们再看一个矩阵相乘的例子 A和B都是N阶的矩阵 假定N是2的密 我们希望计算A和B的成绩 这个结果矩阵记作C 我们先看一下通常的矩阵乘法 两个N阶的矩阵相乘 结果还是一个N阶矩阵 在这个矩阵中 有N平方个像 N平方个元素 为得到每个元素 需要做N次数的乘法 所以整个的工作量 是N的立方的工作量 这是按照通常矩阵相乘 计算的工作量 下面我们考虑 能不能分制呢 这里是一个分制的算法 把这个A矩阵划分成四块 大小相同的 每个都是二分之N阶的矩阵 B矩阵也划分成四块 那么结果的C矩阵也划分成四块 那这个公式 这里边的四个小矩阵 应该怎么计算呢 我们先看到 它的第一行的第一列的 这个小矩阵C11 可以等于 这两个矩阵跟这两个矩阵 就是A11乘以B11 加上A12乘以B21得到 也就是这个公式 所以为了计算这个矩阵 我们需要利用这四个矩阵 相乘来得到C11 同样道理 我们对C12 C21 C22 也都把它写出来它的公式 C12 C21 C22 这样三个公式 那么在这些个公式里面 它出现的这些个 A B 这些个矩阵 都是二分之N 接的这样的矩阵 一共有多少个这样的矩阵 相乘呢 为了得到这里边的四个矩阵 我们会要做一个两个 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 需要做八个二分之N 接矩阵的相乘 所以有八个子问题 列出它的地推方程 原来的N 接的两个矩阵相乘 可以变成二分之N 接的八个矩阵相乘 八个子问题 那么这里边呢 会有一些N平方的工作量 因为这些个矩阵 都是二分之N 接的 一共有大致是N平方量 几的元素 这地方要加加减减 把这些个工作量都加起来 不超过N平方量几 这个方程的解 使用主定理可以知道 它的解是N的立方 那么大家发现 这分质算法 同样的没有改进 这个时间复杂度 你就是用普通的矩阵相乘 也是N的立方 你分质用了半天 还是N的立方 所以简单的分质不行 那么能不能够利用 子问题之间的依赖关系 我不需要计算这八个子问题 能不能够想办法做的少一点呢 这个可以做到 我们看到采用中间的结果 设定七个中间矩阵 M1 M2到M7 这些个中间矩阵 它右边都是 我们原来的那些个子问题之间的 相乘 相加相减 这也是M1 M2 都把它设计好了 设计好了以后 可以通过这些个M 再组合来得到 后边的有关C的 那四个子问题的解 那大家看到 这里边一共有多少次乘法呢 每个M是一个乘法 这地方是个矩阵相乘 这儿是一个 这儿是一个 这儿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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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是七个矩阵相乘 对应了七个子问题 那么这里边 涉及到多少次加加减减呢 把这些加加减减 可以作为中间的 那个函数部分的工作量 这是加加减减的工作量 可能会增加 因为你这地方要做 这个减法和加法 它都是N平方量级的 这个工作量是N平方量级 下面我们看一下 通过刚才设定的 七个中间结果的矩阵 M1到M7 把它们再进行 加加减减的组合 这里边不再出现成法了 通过组合以后 可以得到C矩阵中的四个部分 四个小矩阵的值 因此我们看到 这里边 它一共通过这个中间的 七个子问题 可以加以综合 得到原始的问题的解 那就可以列出 有关它的地推方程 这里边每个子问题的大小 是二分针接矩阵 然后有七个 这样的矩阵乘法问题 这十八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些加加减减的 包括原来M1到M7中间 出现的加加减减的公式 一共是十八个 每一个都是二分针的平方量级 这样我们就这个项的量增加了 但是子问题个数 由八个降成七个了 那这个方程的解呢 可以计算出来 是N的2.8075 比这个N的三次方 这个指数降下来了 这就有了明显的改进 那这里边用的是什么样的方法呢 就是减少子问题的个数 希望通过子问题之间的依赖关系 把有些子问题的计算呢 给它省略掉 这样来提高算法的效率 乖矩阵乘法呢 现有的问算法 最好的算法 就是Copper Smith的这个算法 它可以达到N的2.376 比刚才那个2.8级又降了下来 这是目前为止好的一个上界 最好的下界已经证明了 矩阵问题的算法 至少要用N平方的这样的时间 但是这个下界跟这个上界 中间还有差距 这是现有的一些结果 那么矩阵的乘法用处非常的多 像在科学计算 图像处理 数据挖掘等等 都会用到里边的这个回归 矩类组成分的分析 决策数这些挖掘算法 常常涉及大规模的矩阵计算 如果找到一个效率高的矩阵 成法的算法 它是有着广泛的应用 下面我们把这个改进的途径 小结一下 它适用于子问题的个数比较多 划分和综合的工作量 不太大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时间复杂度函数 呈现了这样的一个公式 在这个公式中 如果减低这个 这个阶的策略 就是把这个A降下来 A正好是子问题个数 所以这是我们的依据 那么怎么样来减少子问题个数呢 利用它的之间的依赖关系 用某些个子问题的解的代数表达式 来表示另一些子问题的解 这样另一些子问题不需要重新来计算 而是通过这样简简单单的组合 就可以把它算出来了 减少了独立计算的子问题个数 综合解的工作量有可能会增加 但是当在这个函数接不太高的时候 这个增加的工作量 它不会影响 WN的接 就是不会使得它变大 而反而通过减少子问题个数 使得这个接降低 这是改进它的途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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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